这几年以来 波兰的反俄情绪一直非常高涨 而且人家有一文一武两个方面 文的方面 波兰这几年一直持一个论调 什么呢 二次大战的元凶并不只是纳粹德国 还有苏联 人家说根据历史的事实 当年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了协议 而且共同瓜分了波兰 所以既然纳粹德国进攻波兰 他就是恶的一方 那么苏联也瓜分波兰 苏联为什么不是恶的一方 苏联为什么不是二战的元凶国呢 而另一方面 波兰也甚至自己是一个小国 自己靠自己的武装力量 没法对抗俄罗斯 所以怎么办呢 他要抱大腿 他希望美国能对他进行帮忙 早在两三年之前 波兰就说了 美国你给我派点驻军来呗 派个一两千也行 两三千也行 我们掏二十亿美元 在波兰修建美国的军事基地 前些日子 美国和德国关系闹得不太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了 你德国太不给面子了 北约军费太少了 所以我要把驻德美军 撤走一部分 九千人到一万五千人 让你德国人看看 到底是谁在保护德国 波兰一看 机会来了 美军要撤走德国了 马上舔上去跟美国讲 你撤别撤太远 你还得弄这个运输机给撤到美国 多麻烦啊 干脆把美军从德国开到波兰来吧 我们提供好吃好喝好招待 您看 波兰想啊 如果能有一万五千美军来到波兰 那这个波兰的军事实力将得到大大的增强啊 甚至还有传闻说 美国正在和波兰啊 商量在波兰境内部署核武器 因为正好啊 德国那边反对 德国现在要求美国赶快把核武器撤走 正好从德国拉到波兰来算了 您想想 波兰这一系列的举动 既在历史上指责俄罗斯 又在军事现实上针对俄罗斯进行部署 那俄罗斯能干吗 所以就在前两天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美国一家杂志上发表万字长文 回顾历史 向大家证明到底苏联在二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而且普京要通过这篇文章告诉波兰 吸取历史的经验吧 波兰在历史上被人家分裂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是因为当时的执政者不自量力的结果呀 由于历史的原因 美国在德国有大量驻军 美国在德国有核武器 这一切俄罗斯是认可的 毕竟这是律史造成的 而且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在缓和 俄罗斯认为未来俄德之间不会有大的争端 可波兰不是这样啊 一方面倒退几十年 波兰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呀 它是东欧国家 华约成员呀 另一方面 即便苏联解体之后 波兰也是俄欧之间的缓冲地带呀 结果 现在这一个缓冲地带要变成前沿阵地了 美国要部署大量的军队和核武器了 俄罗斯受得了吗 而且波兰和俄罗斯历史上 那真是有着深仇大恨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 普京是想用这篇文章来警醒波兰 说实话 美俄之间有矛盾 美欧之间也有矛盾 可问题是 你波兰为什么要充当这样一个马前卒呢 将来真正有战士起的时候 第一个倒霉的不还是你波兰吗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